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川民们说啊 古石人就藏在半山腰的竹林里 石人的表面布满了绿毛 并且半截身体深埋在泥土里 十分的古怪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这就上山去探个究竟吧 上山的路上时不时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散落在竹林里 眼前的这个石垢件被雕琢成了屋檐的样子 而且看上去雕工惊喜年代久远 你们猜这会是什么呢? 水泥小道的尽头出现了一条古道向右上方延伸 顺着古道攀登 前方拐弯处似乎出现了一个平台 此时正是午后 外面阳光明媚 竹林中却阴暗幽静 而拐过弯来 平台上的景象叫人木登口呆 四个绿色石人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们身形庞大 栩栩如生 下半身却被泥土深深地掩埋 只露出了上半身 说不出的古怪和诡异 对古墓感兴趣的人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这不是普通的石人 而是古代大墓前的石温众 在古代 只有帝王或大臣的墓前才有石温众 让人不解的是 墓前的石温众一般都是两两相对成数项排列 而这四位却是排列于同一水平线上 太奇怪了 而它们身上的绿毛又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想来倒也不难理解 想必是深山竹林 空气潮湿 便长出这层厚厚的青苔来了 四位分别是两文官两武将 从衣官服饰看 他们来自于宋朝 其中两位武将的身旁各有一匹石码 石码的大半个身子都埋在土里 细看石人石码 令人惊艳啊 文官头上所带为五粮进贤官 这是宋代一二品官员才有资格带的 下厄计带 警示取领芳心 身上穿着宽衣大袖的朝服 看上去文质儒雅 他双手锁捧的是曹护 曹护是古代上朝时大臣手里捧的那根狭长的板子 但这里护板显然已经被谁抽走了 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和背面 除了尺寸比真人大 其余几乎于真人无异 再来看武将 武将的头盔叫兜眸 而头盔上雕刻的如意头和卷草纹也是细致入微 头盔上面有一坨夸张的英式 武将面部栩栩如生 见眉心目 眉头微漆 鼻端处略有回损 奇怪的是 他的表情又仿佛略带着笑意 武将身穿铠甲 胸前所记那根叫束甲半 葵花纹和胸甲上繁复的纹路雕刻得一丝不苟 他双手握剑 剑柄朝下埋入土中 武将侧面护肩上高幅雕的兽头威武而猙獰 整个形象可谓是英姿萨爽啊 如此高规格的宋朝时温众出现在这里 可见此处必有大幕啊 那么墓在何处 是哪位宋朝大官埋于这鱼窑凉弄的深山里 这十温众又为何深埋地下八百年 感兴趣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下一期接着讲